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美西时间 二年二三年九月四日星期一 欢迎来到猜见面 那么今天是美国的劳动节 美国还在放假 中国已经上班了 这两天我自己也是在找房子 在搬家 主要是为了给小孩找一个更好的学区 我发现诺杉矶这边好学区 真的是太多了 很多小学高中都是加州排名前几名的 非常好的学区 那么现在我想给几个孩子 找一个更好一点的学区 所以这几天 这两个星期基本上都在忙这个事情 所以人比较累一点 给大家多的节目稍微的少一点 但是只要有新闻的话题 有关于经济财经方面的话题 我基本上都是及时给大家做一个报道 那么今天有几个消息 也是非常有意思 我觉得价值还是很高 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中国的习近平 他开通了自己的推特账号 这样一个事情在网上现在是热炒 那么为什么大家知道这个账号是习近平的呢 首先是湖北发布 它是一个官方的媒体 中国国内的官方媒体 然后来拍习近平的马屁 所以他把这个推特账号点出来了 很多网友才知道这是习近平的推特号 那么湖北发布发的这个消息 它的标题叫做 Sees Moments点赞 意思就是为习近平的推特点赞 它的内容是说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海外官方推特账号 Sees Moments转载了湖北发布的原创视频 武汉空轨线试车像科幻小说场景一样 然后是at了湖北发布的推特紫媒号 所以湖北感到受宠若惊 然后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了 那么一报道出来 社交媒体就炸锅了 习近平有推特号 中国的老百姓呢 但是都没有啊 都不能翻墙 他是不是搞特权呢 当然重点关注还不在这里 主要是因为习近平呢 以前他是没有个人的自媒体 不管是他的微博号 还是推特号 对不对 国内的公众微信号 基本上全部都没有 以前呢 就像胡温时代 大家还做一下秀 领导人还做一下秀 开通一下微博 和大家假意互动一下 虽然也在控制评论啊 但习近平现在是秀也不做 但是这一次突然开通这个推特账号 所以大家显得非常吃惊 也非常好奇啊 很多人想到网上啊 去批评他 去骂他的 但是结果发现呢 不能留言 他的推特号不能留言 只能关注点赞转发 这就是习近平的推特号 可以说和他的作风也是一致的啊 不让人批评 不让人提意见的 只是做一个样子 好在呢 现在他开通这个东西啊 也做一些样子 而这个推特号呢 根据他加入显示的时间呢 其实也不是现在啊 是2018年 2018年开通的一个号 现在作为习近平的官方推特号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很多人呢 也是不了解 那么我的了解可能啊 他只是为了改善自己一个独裁者 这样一个形象 因为现在他在全世界可以说是臭名昭著啊 形象非常之恶劣 全世界的人没有不骂他的 就像昨天跟一个朋友聊天 不管是国际上的人都在批评他 其他的国家和中国的关系非常恶化 而且国内的很多人呢 各个阶层的人都在骂习近平 不管是民营企业家富豪 还是一些中产 像律师 然后是工程师 像医生 脑师 基本上全部都在痛恨他 所以他自己行李应该也是有感觉 有知道的啊 知道这个情况的 所以这次开通推特号 是不是想改善一下他个人的这种形象呢 我觉得可能性也是有的啊 当然我是不会关注他 如果他开放留言 我肯定在下面去批评他 去骂一下他 当然他也不会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啊 所以这作为一个趣事跟大家说一下 说明他还是在乎民意 还是害怕这种民意的 所以想改善一下自己个人的形象 那么说到改善他个人的形象啊 这次其实有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给他改善形象的 即将在印度召开的 G20集团的首脑峰会 但是习近平又放弃了这样一个机会 躲在家里不去了 金砖峰会非常高调 在会场大撒屁 对不对 充当散财童子 但是这一次啊 G20这么好的一个舞台 可以说比金砖国家峰会层次是更高 全球主要的首脑 基本上全部都到了 但是习近平这次不去了 是不是又在跟美国置气啊 当然他不去了 是派了李强去 李强去啊 基本上也就是一个外交幕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就是他的一个办公室主任 可以所以对于习近平呢 放弃这样一个疫情之后 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次首脑峰会 让全球啊 也是纷纷议论啊 到底习近平 他是怎么打算的 他心里在想什么 为什么这样的峰会不参加 那么美国总统呢 拜登也是表示非常遗憾 所以这次习近平呢 不去的话 那么他和普京都将缺席 这个全球最重要的一个峰会 G20峰会 然后呢 把这个大的外交舞台啊 全部是让给印度 让给西方国家 所以对于中国肯定是一个战略上的损失的 而这一次啊 中国不去印度主导的话 那么很可能就起到另外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因为印度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制造业国家 正在崛起 可以说正在替代中国的位置 那么这次西方和印度之间 可能会有非常多的合作 那么以前呢 是把中国当作世界工厂 但是这一次之后啊 可能世界工厂就已经彻底要转向印度 开始转向了 特别是这三四年来啊 全球的制造业 全球的外资纷纷在离开中国 抛弃中国 产业线转出中国 所以这样一来呢 印度在上升 中国在下降 那么这到底是东升西降 还是北降南升呢 对不对 所以现在印度啊 是受到全球高度关注的 而中国的地位啊 是在不断的下降 其实从中印两国啊 人口第一大国开始转移的时候 就是发生在今年 已经是一个标志性的意义了 所以后面的这种趋势啊 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力转的 因为YouTube一直在对我的频道 进行打压 限制了我的广告 所以现在在这里呢 我插播一则自己的广告 当然我首先声明啊 这广告绝对是真实靠谱的 绝对让大家放心的 如果大家不想看的话 可以直接跳过去这两三分钟啊 那么这广告呢 就是首先如果大家要有移民意向的 特别是移民美国 加拿大 欧洲等等一些地方啊 可以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 来联系咨询 特别现在发达国家 很多都在对中国关闭大门啊 但是加拿大移民目前是一个例外 还是非常宽松 我估计这个窗口 还有一到两年的时间 而南欧的移民窗口呢 也即将关闭 所以大家如果要关注的话 要办理的话 就重塑 这是移民 那么买房产的话 大家如果想买加州的房产 也可以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来咨询 可以说南加州的房产投资的性价比非常之高 你就算买来不自己住 租出去的话 这个收入也是非常可观的 租数比是非常之好的 而且是永久产权 不担心打土豪分田地啊 而且国内的很多房地产呢 正在大幅度的降价 所以大家如果要出手 想配置资产的话 可以买一套加州的房产 那么扫这个二维码来自行 而美国的保险呢 可以说是全球最好的 远远超过香港 我算了一下 因为我既在香港买了很多保险 也在美国买了不少保险 对比一下 发现香港的性价比是美国至少三倍 当然买美国的保险有个前提条件 你本人必须要来美国 我看很多朋友都在咨询保险 但是他自己没有美国的签证来不了 那就非常遗憾了 就买不了 可以扫描二维码来关注 这段时间咨询的人是越来越多 可以说无论是什么时候 离开中国都是正确的决定 时隔74年 又到了一个南渡北归的历史十字路口 大家决策一定要慎重 那么今天刚刚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那么说到这里 说到民营企业往外转移 目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刚刚中国的发改委 宣布设立了一个新的机构 就是民营经济发展局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其实就是民营经济的崛起的一个改革开放 对不对 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事无成的 所以改革开放和入市之后 中国最大的一个成就就是中国民营经济走上了经济的舞台 而且占住了这种举导地位 特别是在国际上发展的也是非常之好 但是这一次 但是即便如此这40年来也没有设立过什么机构来管理民营经济 我们知道中共他只要一设立机构管哪一块 哪一块就死 哪一块就糟透了 对不对 你越是不管越是让他自由生涨 那么这样的地方才会发展的好 所以现在中共又开始管民营经济 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 就是意味着中国的民营经济会带上更多的枷锁 中国的民营经济会受到更多的管制 本身现在这几年民营经济就非常萧条 很多企业倒闭破产 然后资产产业往外转移的就非常多 那么现在设立这样一个机构 他到底是想干什么呢 我觉得肯定不是为了扶持民营经济的 因为扶持民营经济的政策 他该给的已经给了 但是民营经济还是起不来 该喊的口号也喊了 但是民营经济还是在往外跑 那么在这两者都无效的情况下 他设立这样一个民营经济发展局 目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来彻底控制住民营经济 防止你无序的倒闭 防止你肆意的申请破产 防止你将资本转移出中国 转移到海外 这才是他设立民营经济的一个根本的目的 那么最终的一个目的就是收割所有的民营经济 不要让你资本流失不要让你转移资产 我觉得这才是中国政府设立这样一个机构的初衷 所以我相信看到这个文件之后 很多聪明的民营企业家肯定不会相信这样一个机构 应该是加速转移资产 加速往外撤离才是对的 说到这个加速往外撤离 确实我的感受也是非常之深的 那么最近像美国的南加州这一块 很多华人都是带着大量的资产和现金 出来买房买保险来办移民 基本上都是办这样一些事情 总结成一句话 就是肉身和财富离开中国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觉得这一波好像比疫情封锁之前的那一波还要凶猛 比18年19年还要凶猛 因为1819年没有经过重锤 对不对 那时候大家出逃的意愿其实还不强 而疫情三年期间 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的管控非常严 大家资金肉身想出来也出不来 非常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 那么那个时候也不是高峰 所以真正的高峰 我感觉应该就是在今年这一波 大家看看 大家很多人都认为 美国的房价会跌 因为利率太高 大家消费水平在下降 收入也在下降 所以楼市应该会下调的 但是非常奇怪 美国的经济韧性非常之强 而美国的楼市抗跌能力非常之强 从去年下半年到今年年出了 有一波小幅度的调整 但是现在又敲上去了 这个房价 美国的 那么这一波主要的买动的力量 就是来自中国的资金 我个人判断 现在很多南加州的楼盘 可以说抢房都抢不到 那么最夸张的是 我一个朋友告诉我 经济人朋友告诉我 他说在尔湾南部 有几个城市发展的非常之快 房价涨得很快 那么那些楼盘 我其实最近也是去看过的 但是最近有两个买家拿着现金 居然都没排上队 买到那里的房子 因为那个房子涨得太快了 所以大家看看 在认为美国经济将萧条的情况之下 在认为美国经济非常高的通胀 加息还要进行的情况之下 美国的房价居然打不下来 没有什么像样的调整 现在又在往上撬 大部分都是来自国内 夺路而逃的资金 所以还是我的那个观点 归结成一句话就是肉身和财富要撤离中国 那么在这里有一篇非常好的帖子 是一个叫福瑞德里希第四的一个网友 他写了一个帖子 可以说写的还是非常深刻的 那么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根据招商银行发布的年报 人们曾经推导出中共国的贫富分化 已经达到了2%的人 掌控80%财富的程度 但大约很少有人想过 这样的财富占比在中国经济下行期间 会让社会演变成性怎样的一种态势 说穿了很简单 在中国能拥有大量财富的人 通常是离权力核心更近的人 通常也是消息更凝通的人 很多朋友应该对贫贱不能移这句话 有更深的感受 特别是在润学大行其道之后 对掌控了80%的财富的2%的人来说 不能移会是个问题吗 他说不会 虽然这20%的人未必都是决心者 但是以他们消息之灵通 能量之巨大 办法之多 以及多年靠近权力核心 对中共的了解程度 他们会在危机来临的时候转移资产 至少部分转移是显而易见的事情 这就意味着 中国财富总量占大头80% 是更容易在危机期间出逃的资产 而且是在剩余的那98%的人口毫无觉察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出逃了 他说中国的经济危机为什么必定如同雪崩呢 因为掌握最多财富的那些人的行为方式 利益指向和正常国家的富人是不同的 那80%的财富会以一种绝节的态度 以非公开的方式 在98%的人口的睡梦之中 不择手段的真心恐吼的出逃 同时 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时间窗口 掌控着80%的财富 也掌握着习近平都控制不住的各级政府执行层 势力的这2%的人口 会在资产出逃期间 极力的隐瞒他们的动作 让你以为他们没逃 让你以为他们会一直傻傻的待在墙内 等这些属于98%的人口那边的你 终于发现他们跑了的时候 就是无论如何隐瞒不住 也没有什么必要隐瞒的时候 在房价不断下行时期 许多首领只有一套房 两套房的所谓的中产阶级 虽然心里想法变现 想换汇想润 但是眼看着手头仅有的资产价格 100万100万的掉 会下不了决心降价 并因此错过离场的时机 那么说到这里 我也是非常有感触 那么深圳的一个朋友 他现在还在卖房 就是为了想加5万块钱加上去 但是国内这波利好出这么多 深圳的房价 他500万的房子 连5万都没有反弹 就是买家坚决的不肯降价 而且买家都是收入不太好的一些 在深圳居住的外地人 所以现在已经没有人炒深地的房产了 所以现在是已经没有人炒深圳的房产了 这些接盘都是一些刚需 家庭条件收入情况都不算太好的人 所以他500万的房子想加5万块钱硬是加不上去 我就劝他 我说你不要为了这5万块钱错过这次卖房的机会 你现在还好有人愿意出500万 你再过过一两年可能别人300万都不愿意出的 所以他现在还在后悔 今年年初别人出550万他没有卖 因为他想卖的最高价700多万 我说怎么可能会反弹到前两年的那个700多万的价格了 反弹不上去的 你如果再等那个价格 你这个房子可能还会继续掉 等到300万的时候 你到时候会卖 你可能肠子都会会亲的 我也是给了他自己的建议 所以他说的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不要因为房价降价 你就不卖房子 因此错过三四十年代最后的一次离场的机会 他说了但那些房书房省手里捏着承诺的红本 名下几十套上百套房子的人 在比你更清晰的意识到危机的时候 是不会吸收的 因为你能看见的只是普通人的失业危机 他能看见的是席卷整个社会的政治危机 而且反正他的钱是大风刮来的 也不心疼 中共的经济危机将如何爆发 不是由善良的小老百姓的美好愿景决定的 是由掌控着财富 掌控着资源的那些人的行为决定的 中共的经济危机会如何影响你的生活 则由你对危机的反应速度决定 由你的财富 你想变现的房产 在资产出逃列队中 在密密麻麻挂牌出售的上架房源中 是排在那80%前面 还是排在他们后面决定的 他说我希望在逃命的途中 你不至于落到队伍的尾巴里面去 但那正是中共各级政府执行层 各路贪官各地手套商人们 在自己走资的同时试图让你做的 在资金出逃 人生出逃的路上 他们也想让领导先走 我很想对未来更乐观的估计 但是考虑到中国绝大多数资源的实际控制人 是已经在官场养成了自私 短视干事找绝习性的那批人 考虑到由他们主导的中国的资产流失潮 会是一股习近平已无法遏制的狂潮 我不得不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顺利完成了出逃的目标 中共国将变成除了债务 亦无所有的经济的天坑 因为外汇储备当然会被掏空 为了转移资产 能出口的一切 也会以促进外贸出口创汇的名义 往海外搬运 能卖就卖 不能卖就抵押 无可抵押就透支信用 除了坏账 他们什么也不会留下 现在还苦于平静不能移的 普通城市的工薪族 小白你们会担心骗贷款 然后逃离中国的道德问题 但是中共体制培养出的富豪群体 他们绝不会有这种道德的压力 他说他们会毫不犹豫的 让你们承担恶果 这不是未来 这是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 会是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你熬过了最黑暗的时段 你就需要在这样的废墟上重建未来 不认得各位 是时候想想办法了 所以这个网友的帖子和我的观点 基本上是高度的契合 当然他这种语言的经验表达 也是非常冲击你的心灵的 所以大家 所以在这点我就把他的帖子和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能从中得到启发 不要再错过最后离场的机会 不要让自己的肉身和财富 陪中共炫葬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有责任的家庭 每一个有责任的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家庭所做的事情 节目的最后 告诉大家一条非常靠谱的海外开户的渠道 不管是在新加坡香港还是美国 只要你想开银行账户都非常方便 可以说在海外拥有一个账户 是你财富安全和自由的一个最基本的渠道 大家有兴趣的也可以咨询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移民或者是房地产 或者是想买保险的 都可以扫描这个微信二维码进行联系 好 言见于此 其他的就不多说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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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